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千余首 筷智人口的歌曲 他是一位 影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 他创作的经典歌曲 至今广为流传 庄奴 这位著名的词作家 也是邓丽君的恩师 他与邓丽君之间 有着什么样的诗声情谊 邓丽君 演唱的这些经典歌曲的背后 又有着 怎样的创作故事 虽然没你 我心中只有你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的凌晨 重庆市南岸区 一所普通的住宅楼里 此时万来俱集 人们都陷入了沉睡 在一户普通的人家里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正在安然地熟睡 突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 打破了午夜的宁静 老人瞬间被惊醒 他揉着稀松的睡眼 慌忙起身 忐忑地接起了电话 电话的那头 传来急促的声音 打来电话的是老人的儿子 他告诉了老人一个噩耗 那就是一代歌星邓丽君 因支气管哮喘发作 在泰国清迈 突然猝死 全台湾的记者都在等着 要采访老人 听到了这个消息 老人陷入了承认 他握着电话的手 在微微地颤抖 突然 泪水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默默地流下来 他对儿子说 我不能马上回到台湾 等小丽出殡的那天 替我 为他献上一炷香 这一位老人 为何在邓丽君去世的当天 大批的台湾记者 都在找他 他与邓丽君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位老人 就是台湾著名的词作家 庄奴 他写词五十载 作品超过三千首 直到逝世前 仍然笔更不错 他与乔宇和黄湛 并称 词坛三节 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当中 百分之八十的歌曲 都是由装奴填词而成的 除了大家熟悉的小城故事 还有 甜蜜蜜 又见炊烟 小鹿 丝丝小雨 南海姑娘 等等等等 这些生生入耳 皆成经典的歌曲 都出自 他一人之手 庄奴 不仅为邓丽君 创作出许多经典歌曲 他也创作出了 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十八姑娘一朵花 笼上行 这些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 他因擅长写情歌 还被大家称为 情歌胜首 那么远在重庆家中的庄奴 突然得知邓丽君去世的消息 他又能做点什么呢 他只能陷入了 无尽的悲伤之中 无法自罚 毕竟 他与邓丽君的失声型 是任何人 都无法替代 庄奴挂断电话之后 悲痛的心情 让他彻夜难眠 他亮腔地坐到书桌前 打开了录音机 放弃邓丽君演唱的 又见吹咽 拿出了一封泛黄了的 但还保存完整的心 老人翻看着邓丽君 曾写给他的几十封信中 最令他感动的一封信 我手中拿到的 就是庄奴记录 在回忆录中 邓丽君给他写的信件内容 我们将他摘抄了出来 亲爱的老师 再过几天 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想了想 送什么礼物给您好呢 送两条领带吧 一条红颜色的 一条花格子 还不太俗气 希望您喜欢 一日为师 一生为父 对您在我内心 就是一位慈父 一位长者 对于您的教诲 除了歌艺 更教导我如何待人 让我在人生路上 进步不少 祝父亲节快乐 小丽鞠躬 信的落款 是小丽 这位小丽 就是邓丽君 用小丽 代丽君 表示小 却很丽 小丽有谦虚的含义 由此可见 庄奴在邓丽君的心中 是位很尊敬的老师 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当中 百分之八十的歌曲 都是由庄奴 一人填词而成 那些首首经典的歌曲 曾宏极一时 也流传至今 他们二人 堪称是天作之河 真是一种默契 这也是一种依赖 或者信任 总之 无人替代 然而 如此这般的师生情语 如此这般的合作关系 令人奇怪的是 他们却只有一面之缘分 这一切 还得从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说起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那时台湾的社会经济 还不太发达 家家户户的父母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都希望能培养出 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某一天 台湾举办了一个 极为普通的 小型歌唱比赛 大批的父母 为怀揣音乐梦想的孩子 报名参加了 此时 台上一位声音甜美 长相可爱的小女孩 正在动情地演唱 台下的一位评委 顺手在她的名字后面 写下分数 便匆匆离开 当时她并不知道 这位普通的小女孩 就是日后的 大歌星邓丽君 而这位评委 就是庄奴 虽然庄奴只远远地 在舞台上 见过邓丽君一面 那时候她不过是个 十几岁的孩子 但与常人神话 邓丽君不同 谈起对她的印象 庄奴却语出惊人 邓丽君 她不漂亮 她是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子 是林家的小妹妹 不像林青霞 是标准的美女 然而 庄奴认为 正是因为邓丽君不漂亮 才让她得以出人头地 不能靠相貌吃饭 自然要唱得更努力 即便成名之后 邓丽君还是不忘 秦家练习 自己的唱歌技巧 在新老更迭 迅速地流行歌坛 谦逊和勤奋 也是很好的品质 1959年 电影《水百一之恋》 大获成功 作为电影歌曲的 主要创作者 庄奴的名字 也瞬间被全台湾所熟悉 也是从那时起 庄奴的事业 开始进入了一个 充满机会 与挑战的阶段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整个东南亚地区 电影业 势图最为迅猛 这也是庄奴创作的 鼎盛时期 由他填词的歌曲 手手动心 小桥卖钱 如《小城故事》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龙上行》等等 电影 电视 唱片公司 天天派人守在他家的门前 等着拿歌曲 甚至香港 新加坡的娱乐界 也希望能和他多多合作 早晨九点 一直到夜了十二点 就在一起 最后忙着 到中华路 叫永安饭店 租一个房间 我跟他在里边 门一桌的写东西 到逃债 躲债 为什么躲债 唱片公司找你 电影公司找你 香港找你 马里西亚找你 因为你太红 写歌就流行 写歌就流行 一天写七八首 我只能给一家写吧 写完我再给一家 都找你 忙得一塌糊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词作者跟演唱者 必定是交往 密切的合作双方 平时呢 吃吃饭 喝喝茶 说不定会令今后的合作 更加默契 然而 在这一点上 庄奴在全台湾 是最特殊的一个 作为一个 流行歌曲的创作者来说 庄奴没进过舞厅 没去过夜总会 不仅不与歌星影星来往 甚至 跟外界大众 也少有接触 庄奴说 我把我自己封闭起来 也不是故意封闭 我只是觉得 那些世俗的东西 我不必去应付 跳舞不去 喝咖啡不去 吃饭不去 酒吧不去 你找我写歌 到我家来 一杯茶 我写好了你拿走 或者打个电话给我 有什么东西我写 不要浪费时间 某一首歌流传起来 我知道是 你是一段时间以后的事 正因为如此 他与邓丽君的故事 对于外界来说 就显得扑朔迷离 而有弥足珍贵 庄奴在2010年 因拜访苏州寒山寺 而被那里迷人的景色 所折服 他心血来潮 借用歌曲 小城故事的曲子 重新填词 写了这样一首 寒山寺之歌 我手里拿到的 就是这首歌的 手稿的复印件 从这些 铿锵有力的字迹上 我们根本看不出 这是一位当年 已经89岁的老者 写出来的 借用小城故事 这首歌来改编 也足以证明 庄奴 对这首歌曲的喜爱 然而 追溯到几十年前 庄奴在回忆创作 小城故事的过程中 他坦言并没有那么顺 庄奴曾写过一首歌 叫《巧合》 他把他和邓丽君的结识 归结于一场巧合 1967年 自金陵女中修学的邓丽君 加盟台湾宇宙唱片公司 并于同年推出 首张个人专辑 邓丽君之歌 《凤阳化鼓》 这一年 仅仅14岁的他 正式开启了 自己的演唱生涯 虽然当时只是一位歌坛的新人 而邓丽君事业生涯的 第一个高峰 还要算1969年12月 因演唱台湾首部连续剧 《晶晶》的同名主题曲 而在台湾成名 此后 因演唱《千言漫语》 《海韵》等歌曲 邓丽君开始在台湾歌坛 拥有一定名气 事业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这时候 《小城故事》的导演李行 想为这部电影配上主题曲 于是 找到翁清熙负责主题曲的配乐 作词人庄奴写歌词 在选择歌曲演唱者的过程中 并不顺利 最终 作曲人翁清熙向导演 推荐邓丽君演唱 并说 邓丽君是头牌歌星 错不了 主题曲的演唱者和创作者 都已敲定 然而 庄奴在为《小城故事》 作词的过程中 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主要奴在事后 接受采访时说 我写了一百多部主题曲 从未到拍摄现场去 《小城故事》是唯一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第一个现场在台中 我有个苹果园在梨山 我由梨山下来到台中 到饭店去见他 在现场 阿B 邓振涛 还有那个 成龙太太 这个女主角 碰到 到那去 摄影机 然后小铁轨 站在上面 拍 在那个状况下 我怎么会出来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开门了 出不来歌词的 是 他不愿意 一会儿 这不愿意 太阳 他不愿意 是 我 这不愿意 这不愿意 我 这不愿意 不愿意 这不愿意 那不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字未动 交给了作曲《翁清夕》 这是李行导演的习惯 他不但对戏中的演员要求高 对服装 化妆 灯光 不仅大小道具生效样样认真 电影中的主题歌不用说 更是推敲得不得了 总想找出一点毛病来 可对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丽君的合作诞生出了一系列 红遍华人世界的歌曲 小城故事带火了台湾中部的一个小村庄 同时也让邓丽君的歌唱事业上升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夹立日 对我们的歌唱事业上升到了 美国人的歌唱事丙主题 又拍摄了一系列 我们就生活了一倍 我勉強地发行到 同时我们就叫你 ج同时我不能帮我 就是 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时带着小礼物 买点点心 孝敬老师 1979年11月 保利金公司为邓丽君发行了专辑《甜蜜蜜》 第一主打歌《甜蜜蜜》就是由庄奴填词而成 这张专辑当年就售出超过百万张 是1979年邓丽君获得的三张白金唱片之一 从那个时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蜜蜜》就是由庄奴填词第几天将 这首经典之作是怎么出来的呢 拿到这个歌谱之后 我说谁上 她说邓丽君 一说邓丽君 马上出了一个形象 一个女孩子 一笑甜 歌声甜 人非常敬业 我不能乱写 要合乎她的身份 要合乎她的年龄 要合乎她的形象 再一看旋律 咪 撒拉咪 咪 三拍 咪 撒拉一拍 咪 咪 撒拉咪 天咪 咪出来了 人也很甜 身也很甜 笑得也很甜 下边那就是写作的虚 天咪咪 你笑得甜咪咪 笑得甜咪咪像什么 好像花开在春风里 已开在春风里 一气课程 五分钟不到 会不见 一切都得到 那我说 她的天咪 我的天咪 我说 我说 她的天咪 那个个人 你没有想过 她的天咪 我说 她的天咪 我说 她的天咪 她一不知 他那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根据印度尼西亚民谣由装奴重新填词的中文歌曲 刚刚出炉就送到了唱片公司的老板手里 老板接过歌词 随着曲调略略哼过便十分满意 很快就安排了邓丽君进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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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巧合 此后 庄模创作的 《何日君再来》 《海韵》 《原乡人》 《又见吹烟》 《踏浪》等 许许多多歌曲 都是随着邓丽君 那甜蜜蜜的歌声 而风靡的 令旁人很难理解 庄奴和邓丽君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 二人的师生情谊 却很深 邓丽君曾形容 他与庄奴的关系 似师生 似朋友 又似妇女 二人不仅在 频繁的通信中 交流音乐方面的心得 更能拉近彼此关系的 还有深埋在 两人心中同一个共鸣 那就是 思乡 原来啊 庄奴和邓丽君 都不是台湾人 二人都因为 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来到了台湾 庄奴的祖籍是北京 邓丽君的祖籍是河北 邓丽君也在信中 对庄奴这样说起过 亲爱的老乡 老师 您知道 信为什么这样称呼您吗 最近我才得知 您的府上是北京 而我的家乡是河北 这岂不是 地地道道的同乡吗 所以 我称呼您是老乡 俗话说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我们是老乡见老乡 一同把歌唱 老师 什么时候来我家 请您吃包饺子 祝老乡的老师快乐 顽皮的弟子 小丽请上 那时候已经成为知名词人的庄奴 身在台湾 却现在北京 但他却无法表达自己的心声 特殊时期 不能与大陆通信 更不能写相似的文字 但庄奴决心 以自己的方式 寻找乡愁的慰藉 优优独播剧场 时期 我会有花蜜 时期 我会有花蜜 时期 虽然美丽 我心中只有你 时期 我会有花蜜 虽然美丽 我心中只有你 又见吹烟 是庄奴 根据一首日本歌曲 重新填词的作品 刚拿到歌谱时 庄奴哼了哼曲子 觉得很有中国风格 填什么 用什么填 一下子想不出来 填什么 用什么填 一下子想不出来 晚饭前 庄奴到田野间散步 那时候的台湾农村 还保留着用木柴烧火 炊烟缭绕 飘向蓝天 失忆盎然 似曾相识的景象 一下勾起了庄奴 对童年的回忆 出生在北京 小的时候 就跑到城外的护城河去游泳 就在北海的岸边上看出 好美 在我有记忆里边 北平王府九大街 平台楼阁大殿 我去去看电影早场 学人看五毛钱 像乱世佳人 这种片子就在那边演的 晚饭的时候 在茅草房闹出的烟 您这家做饭 吹烟 好美的画面 这都成为追忆 歌词倦勇 清晰 像云淡风轻一样 温情默默 像从心里流出的旋律一样 勾勒出一幅小城的画面 对一个城市 这得怀着怎么样的感情 怎么样的热爱 才能像诗情画意一样的流畅 这些清歌漫舞 背后却隐藏着一层 淡淡的香愁和浓 他的香愁是花的香愁 也有树的香愁 是诗情画意的香愁 这种旁人不从理解的香愁 用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唤醒了人们的离愁别墅 这些歌曲也成就了一代歌后邓丽君 有人说这些歌曲只有庄奴敢写 邓丽君敢唱 百万的老兵最能够理解 终成为华语歌谈的奇迹 当黄昏的时候又见吹烟升起 暮色照大地 黄昏容照大地 想问阵阵吹烟 你要去哪里 你问吹烟干嘛 吹烟又不是人性 是问他吹烟 或是没有人是光阴 那个友谊 歌词写的是吹烟 想的不是吹烟 想的是人 庄奴与邓丽君这对默契十足的诗生 在一次次毫无悬念地 取得一次次巨大的成功 1960年 39岁的庄奴 与陈梦华结婚 婚后两人十分幸福 而邓丽君 在爱情的道路上 却多次遭遇坎坷 从18岁 遇上比自己大八岁的企业家林振发 到他与成龙 那段轰轰烈烈的恋情 再到他与唐王小开 郭孔城订婚 所有的恋情 都如昙花一现 令邓丽君 一次次地陷入悲伤 不能自如 作为公众人物 他无法将心中的苦闷诉说给别人 只能通过唱歌 释放心中的悲伤 和对情人的寄托 那首每次在演唱会上必唱的最后一曲 再见我的爱人 便是邓丽君为纪念自己爱情的最好写照 除此之外 邓丽君偶尔也会向庄奴 倾诉心中的苦闷 在信中 他会 麻烦 也会 我好 上次 有一点 我 你 你 和依赖 然而此后数年 庄奴的生活几经波折 甚至一度停止了歌词的创作 但他与邓丽君的联系 却始终没有中断 庄奴称彼此为 见面无缘 而心灵有缘的朋友 八十年代初 在庄奴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的妻子却被查出患上了尿毒症 在那个普通工人 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的年代 庄奴的妻子洗一次肾 就需要五百块钱 一个星期要洗两次 一个月就要洗八次 十年的时间 庄奴散尽钱财 与妻子一同向病魔 顽强抗争 在这期间 邓丽君曾多次要求去看望师母 帮助庄奴渡过难关 他却始终蜿言谢绝 因为当时自己窘迫情形 也因为庄奴并不希望 为邓丽君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用庄奴自己的话讲 我穷是穷 但是要穷的有骨气 邓丽君只好将行动 化为对庄奴妻子 深深的祝福 天下之余 与庄奴通信 互相关系 算是为他宽心 帮他紧吗 这对师生的情谊 在这样的磨难中 也愈发坚固 在邓丽君写给庄奴的信中 他这样写道 庄老师 谢谢您对弟子的关怀和爱 特别是身体 一定要保持好 最近有一场晚会 本想推掉 后来想了想 还是硬着头皮去演唱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唯有身临其境 才能体会出 所遭遇到的一些难处 老师 请您放宽心 再大的困难 弟子也会勇敢地去克服 天气渐渐凉了起来 请您多多保重 学生小力尽上 尽管在媒体面前 谦虚的庄奴 并不避讳 自己对邓丽君成就的影响 然而 对于这位 曾经自称为学生的巨星来说 庄奴并不练习 对邓丽君深深地仰慕之情 在两人频繁的书信往来中 他一直感受着邓丽君的勤奋 诚恳与敬业 有时候 庄奴谈及邓丽君 会情不至今地留下眼泪 我记得有一次 他的弟子吧 邓丽君 陪着六位日本人到我家来 日本人问 为什么老师 你给邓丽君写的词 写得那么好 那么美 是不是有偏心呢 我说没有 我说只是我照着邓丽君的性格 他舞台的风度 他的声音 还有剧情的需要 写的歌词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歌手 然而 这位带给人美丽遐想的姑娘 带着她未了的心愿 于1995年5月8日 沐浴着斜阳海风 静静地走远了 再也没有回来 陷入极度悲伤的庄奴 也在童年 被医生诊断为 先兆中风 那时他的身体 已经半边瘫痪 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站在朋友的立场 站在师生的立场 站在合作那么多年的事 是非常痛苦的 我们有一句俗话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行 再好的宴行 吃完饭 大家拜拜 这是没办法弥补的遗憾 谁都不愿意 这一刻来了 偏偏有时候 这一刻就来了 来的时候 一发也做不留意留不住 只有造成日后 在岁月里边怀念他 想念他 而即便如此 庄奴在日后的岁月里 也没有停止 对邓丽君的怀念和想念 每每回忆起 为邓丽君写的歌曲 庄奴都会固有自主地 合着节拍唱了起来 唱着唱着 声音低了下去 眼眶湿热 庄奴说 以前我喜欢雨天 特别是细雨绵绵 细雨绵绵有些湿意 绵绵细雨洒落心田 如今我怕下雨天 丝丝小雨 总会响在耳边 下雨 让我想起你 游客 numbered 回应 除了 than italian 五十 если 估计 否则 bam 时光如梭 一晃到了2005年 邓丽君去世十周年的时候 庄奴在第二任妻子的搀扶下 到台北的邓丽君墓园前去悼念 车子停在邓丽君墓园旁 一开车门 邓丽君忘不了的歌声 如山中小溪般 流入了车内 庄奴听了许久 走两步又停下来 望着墓园说 恍如昨日 闻其声如见其人 他一摆手 老实说我不常来 一个作者必然是感情很丰富的 到这里来必然是伤感 他摇摇头 鼓起勇气似的 终于再朝墓园走去 却有 愁图不宜 沉默许久才说 有人说 没有庄奴就没有邓丽君 可是我认为 没有邓丽君 就没有庄奴 我很感激他 把我的歌唱得那样好 让那么多人喜欢 也丰富了我的下半生 我歌词写得不是很好 是他表现得好 我还有好多歌想请他唱 今年是他十年纪 今天来这里以词带香 遥记我对他的悼念 也算了却心愿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在邓丽君之前 没有邓丽君 在邓丽君走之后 也不会再出现 好花不常开 好几股常在 愁对几小泪 泪桑仙思待 静下一点后 何日君在外 何晚飙着飞 轻轻的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管更何谈 不管更何谈 来来来 后来只得再说吧 静下离别好 何日君在来 过了多少年之后 等到庄奴 重新拿起笔写歌词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词风大变 不像当年写的那么简单了 现在的歌词很复杂 一个句子都很长 而且有各种节奏的变化 他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还能跟得上时代 实际上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庄奴就是一个时代 他永远是一个时代 他的词风 包括对曲风的容纳和贯通 实际上也感染 培养熏陶了一代人 虽然他在台湾 很多他的歌迷都在大陆 虽然隔着浅浅的海峡 可是音乐和音乐文学的语言 是相通的 2016年10月11日 一生与诗情画意相伴的慈坛太斗 庄奴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享年95岁 从甜蜜蜜 小城故事到风从哪里来 庄奴的情歌唱红了邓丽君 甚至让整个20世纪的华人世界 也瞬间变得温情默默起来 这就是庄奴的功力所在 对于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而言 庄奴就是一本活的台湾流行音乐史迹 在台湾歌坛成名的歌星 几乎没有一个没唱过他写的词 好歌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正是因为这些美好的歌词 成就了华人世界的巨星邓丽君 他与唐玄藏同时代 在中国古代外交的历史上贡献巨大 有人也称他是史上最牛的外交官 他在初始途中深陷危机 他的果断还击 最终使得古印度和唐朝的关系越加紧密 他究竟为古代中国做出了哪些贡献 在初始的路上又发生了什么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当晚为您讲述国风洋溢玉王璇策